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直接进入我们的课程的主题部分 我们第一讲呀,先来看一下我们英语听力常见的问题与提高技巧 为什么要这么去说呢? 首先,我教过很多学生,面授过的学生超过一万人 在网络上看过我视频课的人呢,超过六千万人 至少点击量有六千万字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学生的话,没事敢刷点击量 希望不是这样的 那么我发现一个问题 在面授过如此多的学生以后呢 我发现呀,有些同学,他的考试分数高 比如说托福雅思,或者托越成绩高 还可能是考试技巧掌握得比较充足 但这类同学有个问题 在市场生活当中啊,语言应用的时候就会比较抓瞎 比如说托福考试,他就背一些模板 到国外以后,别人聊其他话题就很困难 问你最绪环的书是什么,他就背了一个Harry Potter So watch your free book,Harry Potter How about some other book?No,no other book 这样的话,我认为就很尴尬 正常生活当中呢,你应用就应用不了了 但是还有另外一部分人 他并没有怎么复习考试的技巧 但他应用的考试成绩还是很高 没错,他就是应用学习本身呀 就非常的好 他应用能力本身比较强 任何一门考试的话,他也不用怕 我之前教过很多这样的学生 综合能力提升 他们最后都非常感谢我 所以说呀,我在第一讲的时候呢 我也想讲一下如何呢 真正的全方位的提高自己的应用实力 尤其是听力这方面 所以说将来无论是遇到任何考试 比如现在你考的是我们拖曳考试 将来可能你还有更多的深造的打算 你可能还要考GMAT 在如果光是语言学 你还要考托福 还有GRE 那这些所有的考试呢 其实我相信只要应用能力强了 就不用怕 所以说呢,我还是以能力提升为导向的 但别怕,我也会教你很多技巧 当然了,我还有更牛的人 他是不仅应用学得好 数学物理化学都学得好 这说明学习的方法掌握了 我们说学习的方法啊 其实就四步 叫做理解,模仿,记忆,使用 这四步做好呢 那你问题也不大 那么最后啊 还有人学习好 但他身体不好 身体好,学习不好 但有些人什么都好 他就是把人生 抱歉,人生活好了 那人生是什么呢 就是时间 时间管理很关键 如果能管理好时间呢 我相信你干什么都好说 其实我相信现在看视频的你 在这一生当中 可能最高效的一段时间啊 就是在高中的时候 为什么呢 高中的时候时间管得非常棒 但并不是你自己管得好 是你妈逼的啊 是你爸逼的啊 是学校逼的 那个时候我们发现 我们能力非常强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数学可以算 语文可以写诗 但等到后面大学以后 貌似做不了太多活 为什么呢 时间管理厉害一些 所以说关于时间管理啊 我本人也有一套 比较有意思的方法 叫做34枚金币时间管理法 34枚金币时间管理法 你在百度里面只要搜34枚 就能找到相应的方法 这个方法你坚持使用 坚持使用21天 配合我 配合着我的课程呢 我相信你绝对可以把拖曳听力 考到一个非常理想的分数 这也是我之前教的很多学生 及我的反馈 所以希望你能去看一下 网上有免费的视频课程 可以去看34枚金币时间管理法 我在这里就不进行赘述了 好 我们直接回到这个阶段 就是关于阴影学习 这个听力能力的综合提升 我们在第一讲呢 我们先不急着去关注考试的技巧 这小技巧啊 只是雕虫小技 如果用我们这个传统中国的观念来讲 这只是数不是道 而真正的英语学习能力才是道 这个道强了 这些数的话 其实根本不在话下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提高听力 那么在提高听力的 讲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一般人听力会遇到哪些障碍 或者说我们听力有哪些境界 我认为呢 大部分人 无论如何 他听任何语 听力都分为三个境界 叫做听不清 听不懂 听不快 只要把这三个层次克服就可以了 听不清 听不懂 听不快 什么是听不清呢 就是 你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词 你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内容 甚至你都不知道 他是不是在说英语 我在这里跟你说俄语 你以为我还在说英语呢 没错 我会说俄语 我还会说一点德语 还会点日语 好 你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这就是听不清 很多人听英语的话 就这种感觉 what is he talking about 好 第二个 就是听不懂 什么是听不懂呢 就是你听清了每个词 但它放一起以后 你还是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很多时候呀 你的阅读本身能力就比较差 你对这个语法语义不明 这就是听不懂了 最后一个境界叫做听不快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能听清能听懂 但它是在语速比较慢的情况下 可以 但是我们突围听的语速也比较快 平常人说话的时候 语速就更快了 这时候一旦快起来 就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这就是听不快 听不清 听不懂 听不快 您现在的经历 现在处于什么阶段呢 好 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 首先来看一下听不清 听不清是什么情况 在解释之前 我先给你看一个词 来 D-E-B-U-T 请问 这个词什么意思 我来给你解释 你为什么听不清啊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听不清的原理 首先我想问一下你 D-E-B-U-T 这个词什么意思 来 赶紧回答 快 我知道你现在坐在电脑前 或者在手机上 看我的这个课程 但其实我是可以看见你的 这个能力我已经练出来了 快说 快说D-E-B-U-T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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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什么 没关系 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摇头了 或者你觉得这人有病 没事我其实已经练出来这个透视的功能 可以看过你 所以一定要上课 一定要认真去听 I can see your eyes 好 D-E-B-U-T 它是什么意思呢 D-E-B-U-T的意思指的是 处子座 处女座 第一次演出 首秀的意思 比如说2013年的时候 赵薇曾经拍过一部电影 就是他导演的这个处子座 叫做知青春 知青春 抱歉 知我们永不适去的青春 那么这部电影呢 就是赵薇的处子座 处女座了 好 那么处子座 处女座 在英文当中叫做D-E-B-U-T 你现在懂了吗 好 那我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 我刚才我跟你说 这个D-E-B-U-T的时候 你不知道他是处子座 处女座的意思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没有在D-E-B-U-T 这个单词的形状 和这个单词的意思 处子座 处女座之间呢 画上等号 你没有画上等号 所以你不知道 他是什么意思 好 现在就来为你 请问D-E-B-U-T 什么意思 没错 你已经知道了 处子座 处女座 对不对 那为什么现在你知道呢 没错 因为你已经在他的 形和意之间 建立了联系 所以 其实啊 我们之所以看不懂 一个单词 是因为我们没有 把这个单词的形和意 建立起联系 而现在 这个联系的过程 你已经自动建立了 所以你能看懂了 当然啊 如果你不去巩固 这个联系 强化这个联系呢 过于这也会忘 所以说 联系本身 其实就是知识 这个在英文 这个单词里面 体现的更棒 英文的知识 我们叫做knowledge 你有考虑过 knowledge 这个词怎么来的吗 是 K-N-O-W know 指的是知道 加上 L-E-D-J-E lead lead 在拉丁语的词质里面 指的是联系的意思 所谓的知识 就是在知道的物体之间 建立起来 联系 你就有了知识 比如说 π 圆珠绿 π 3.14 15926 请问这个是什么 和什么的联系呢 没错 就是圆的直径 和圆的周长的联系 圆的周长 就是πd 就是这个常数 人们发现了 无论这个圆有多大 它的直径和周长的比 都是固定的 过去的人们 怎么测圆的周长 没错 是拿根绳 把那个圆比出来 然后再把绳 拉直 测它的周长 然后再用一个绳 另外一个柜子 或者尺子 来测它的直径 一开始的时候 还没有微积分 切割方法的话 是用来测圆的面积的 还记得吗 大学同学已经忘了 高中的时候 都还记得 对不对 所以说呀 人们特别崇拜联系 一旦你找到联系 找到了等号 其实你就是发现了一个知识 比如说πd 还比如说勾股定理 其实就是直角三小星 两个直角边 和斜边的联系 还比如说 我们的e等于mc方 质量能量方程 这个呢 就是能量和质量 之间的联系 我们就是希望能找到联系 联系就是知识的本身 也是宇宙万物 最根本的根源 任何的知识都是联系 那么包括英语也是一样 当然你说 等一下等一下 阿丽老师 你这个怎么 我不是要说听力问题吗 怎么扯到这儿了 很关键 我马上就要告诉你 为什么说这些了 我们再回来 再问你一个词 现在仔细听 我再问你一个词 后这个ppt上没有 请问 在英文当中 debut是什么意思 debut是什么意思 快说快说 我能看见你 debut是什么意思呢 你在摇头 对不对 摇头就对了 因为其实你不知道 它的意思 但我告诉你 debut的意思就是 没错 处子座 处女座 这个单词 第一but 它的念法 叫做debut debut是它的念法 但很多人的话 把这个词会念成debut 我相信 可能如果你英语 稍微学了一些 但是还没有学到 那么好的程度呢 你很有可能就把这个词 念成debut 你说 我只学过but 怎么还有debut 这个词 因为就没有debut 这个词 它念法是debut 它是来自于 five的一个词 好 明白我要说的意思了吗 我刚说过呀 知识本身就是联系 如果你读不懂 或者看不懂一个单词呢 是因为你把它的形和意 之间没有接近联系 那你听不清 听不懂一个单词 是为什么呢 没错 是因为它的音 debut和它的形 debut之间 没有接近联系 或者说是in debut 和这个处子座 这个意思之间 没有接近联系 这就是为什么 你听不懂了 明白了吗 任何一个语言都是一样 如果说你对这个单词的记忆 和单词本身的发音 对不上号呢 你是对不上这个单词的意思的 中文也是一样 比如说 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在中国哪一片 可能世界各地的同学都在看 无所谓了 我来考考你吧 假设一个北京同学跟你说 你在干什么呢 可以听懂 对吧 你在干什么呢 可以听懂 小明你在干什么呢 可以听懂 一个东北同学跟你说 你干啥呢 我也可以听懂 对吧 普通话 但如果一个上海同学跟你说 能拢拢个拉 抱歉 我学的不一定像 这句话 别人告诉我的意思指的是 你怎么可以这样 能拢拢个拉 能听懂吗 听不懂 对不对 在我告诉你之前 你听不懂 为什么呀 因为在你脑海当中 能拢拢个拉 对应不上任何一个意思 你在脑海当中 没有对这个意思的音的记忆 这就是为什么你听不清了 同样 北京同学跟你说 谢谢啊 你可以听懂 东北同学跟你说 谢谢啊 也可以听懂 对吧 但如果一个说乐语的同学 假设你不说乐语的话 乐语的同学跟你说 嗯该 嗯该 我觉得也不一定像嗯该 能听懂吗 估计就听不懂了 对不对 因为嗯该 在你的脑海当中 没有一个对应的意思 没有联系 没有联系上谢谢 所以说我说嗯该 你就听不懂 明白了吗 这其实是大部分人 听你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本人对那个词的记忆 音的记忆有重大的失误 所以说呀 你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That's a huge problem 之后呀 我也会去举例 尤其是原因的记忆 大家记不准 就听不懂 明白了吗 所以这才是关键 啊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出现听不清的情况 一定要把自己的发音提高 所以你发现 我们真正听你好的人 都有个特点 就是他呀 口语不会差到哪里去 不会特别差 听你相当好的人 口语不会特别差 至少呢 他想说的时候 他可以把这个发音说对 啊 他可能不够流利 可能有些时候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但他发音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如果你的发音和正确的发音差很远呢 你只没有办法把正确的发音 对脑和脑海盘中去的 明白了吗 任何一个语言都是这样 这就是听不清了 啊 了解了原理之后 之后我给大家讲一个方法 接下来听不懂 什么叫听不懂呢 就是对方说的意思 你不明白 其实每个词你都懂了 但方译起你不懂 其实呀 就是很简单 语法不知 语气语意不明 口语习语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以及其他的阅读问题 所以当你出现听不懂的情况 很有可能你把听的原文拿出来 自己读的时候也读不懂 那你根本就 那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说这就是知识的一个局限性 积累的还不够 但我们确实有这样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 A同学和B同学 两个人在讨论一部电影 A同学对B同学说 I think the transformer is really good movie A同学说 这个我认为啊 《冰影金刚》真是一个特别好的电影 然后B同学说 Well yeah You can say that again Well yeah You can say that again 能听清我在说什么 你听清了 你说是你可以再说一次 You can say that again 好你听清我在说什么 但其实你没有听懂 对不对 什么叫你可以再说一次 不明白 很多人的话就会瞎翻译 翻译的比较靠谱呢 虽然是错的 翻译比较靠谱的人会说 这句话意思是 不好意思你再说一遍可以吗 You can say that again 其实这句话意思指的是 表同意 你再说一遍也无妨 You can say that again Well man yeah You can say that again 学会了吗 之后你将来可以自己用 但你不知道这说法的话 你也听不懂 对不对 最扯的翻译的话就是 有个同学说 老师我知道 这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意思 他说老师这句话意思是 你再说一个试试 你再说一个试试 推给你打断 You can say that again 这就有问题了 明白了吗 所以说呀 这就是所谓的听不懂 你本身读的话就读不懂 听不清听不懂 接下来听不快 这也是我们出现一个 比较明显的问题 也是很多人 现在可能的听力障碍 就是我们无法边听边记 没有办法做这个 分脑训练 就是一旦他说快了 你就记不住他在说什么了 或者说一旦他说快了 你听不清了 但其实我认为 真正的听不快定义 就是记不住 没有办法边听边记 如果说听不快 你说你听不清情况 其实你是对连读的声音的记忆 不太明确 明白了吗 那怎么去练听不快 这个点呢 其实就是分脑训练了 这个任何语言的话 都可以去练习 其实你现在也可以去练 比如说来把手拿开 离开键盘 拿开拿开 我可以看见你 我可以感受你在摸键盘 好 拿着你的右手 拿着你的右手 来画圈 画圈 非常好 好 可以了 停下来 拿着左手 来画三角 来画三角 非常好 行 来两只手一块画 It's difficult right 就做不到了 这就是简单的分脑训练 大脑同时做两件事 那么在听力层面呢 你需要做的是 你不仅在听他说什么 你还得要记下来 这个呢可能在托福听力要求非常高 托越听力呢 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但还是需要我们在做 Part 3和Part 4部分的时候 因为我们要在听完以后 做三道题 这个时候还是需要记忆的 这点很关键 那么听不快的练法的话 你可以就是做影子跟读 模仿训练 其实这个呢 用中文做起来的话 很简单 我们来试一试 就是现在跟我一块练一下 怎么个练法呢 就是我说什么 你说什么 仔细听 我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但就是比我慢半拍就可以了 明白了吗 一定要去练 我可以听见你的这个反馈 我们是有系统的 我说什么 你说什么 慢慢拍 好吧 来三 准备好了吗 二 一 走 听力的模仿跟读训练 是我们分脑训练当中 非常关键的一部分 将来如果你想做翻译呢 这个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训练活动 你有去做吗 有去做吗 一定要跟着我说啊 好 继续 所以你发现 我们在做翻译的时候 尤其是做通声传译的时候 需要有一个非常牛的功能 就是边听边说 如果你现在真的有跟着我做这个活动呢 你会发现其实中文做起来很简单 你可以听到我说什么 与此同时 你嘴巴可以非常自然的复述 我在说的话 但是我们用英文尝试 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 不信我们等会尝试一下 用中文的时候 如果你尝试比较多 你会发现这个行为很有趣 而且说会觉得比较傻 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跟着我去做了 你现在应该会笑 哈哈哈哈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现在就是个傻子了 这就是中文的边听边说 那么英文我们来尝试一下 Same thing 我也是说英文 但你比我慢个半拍 然后我说啥 你说啥 可以吗 All right Here we go 3 2 1 Go All right We are going to start the practice now It's actually not that difficult if you can spend some time doing this This is very important If you really want to improve your listening Because this will help you to improve the speed of your listening And make sure that You can write down every word that you hear And also you can take the notes in the future When you're in the meetings You can be sure that You can listen to your boss And make sure your sub is organized And you can do your job well In the future you can get well paid 有坚持下来吗 可能很多人牵扯了两句话就不行了 觉得 哎呀 这个大脑太累了 没错 这个确实比较好脑细胞 尤其是在初级阶段 没关系 你晚上睡不着的时候 就来做一做这个训练 然后呢 我可以保证 你可以睡得非常香 好吧 这就是我们听力的三个层次 听不清听不懂听不快 如果你能把这三个都克服了 我保证你拖曳听力的话 我们会冲着满分去努力了 但如果说做不到呢 那就比较的有挑战 没关系 我们一起去努力 去拔高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听力练习到底应该怎么去做 首先第一 更多模仿是基础 我们刚才说过了啊 你之所以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是因为啊 你自己的发音有问题 所以说 你如果真的想提高听力 每天早上的成读是很关键的 当然你说了 早上起不来 那没关系 晚上也要更多模仿训练 不过我倒是希望你早上起来 我还有一个酷爱应允早起团 专门督促你早起 给你送礼物的 再网上查一查就可以了 无论如何 每天必须要保证 一个小时机以上的更多模仿训练 就更多录音就可以了 我们的拖曳课程 会给大家提供大量的录音去更多 你也可以去读其他的课程的内容 都可以 只要保证对方的发音是标准的 你说老师我是要读音还是美音 其实无所谓 只要是一美音当中 其中一个就可以 但因为拖曳考试呢 是美国的初级机构出的 所以我建议你的话 可以多更读美音 这是第一 第二熟悉提醒是关键 如果我们想提高 我们的这个拖曳听力成绩呢 确实需要了解我们的提醒 我们一共有四部分 Part 1 Part 2 Part 3 Part 4 每部分的话 都有它不同的要求 所以说我们会在之后的课程 给大家打好这个基础 接下来第三点 饭听别自欺欺人 这一点的话 是我对在座的所有的 尤其是工作的各位朋友 这一点的话 我发现很有趣 大学同学还好 饭听的时候呢 起码大家坐一块 毕竟有时间 可以去练习 可以去记笔记 那我发现很多工作的朋友 尤其是可能有了孩子的您啊 一定要注意啊 千万不要自欺欺人士的饭听 怎么讲呢 之前的话我也教过很多人 这个工作的这些朋友呢 有了自己的孩子 然后早上起来 他会干这么一个很有趣的活 他说哎呀老师啊 你看我其实天天都在听 为什么我听力提高不了 哎我说你天天都在听 都听两三个月了 不可能提高不了呀 你是怎么听的 你能跟我说一什么 他说哎我是这么听的 我每天早上起来啊 我得给家里面人做饭 我得给我孩子 我老婆 我丈夫 应该其中一个啊 做饭 那么做饭的时候呢 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反正 做饭就做着呗 我就把直接电视打开 放到中央9 CCTV9 我就听他那个英文 啊边听边做饭啊 然后边给家里面人 这个各种捣吃 哎我说同志啊 哎朋友 您这样去听 其实没有用啊 所谓的饭听 不是像倾听一样 比如说做听写啊 比如说等会我要讲的 五变法 没有这么要 严格要求 但也不能是这么松 因为放中央9 第一 我敢保证您的听力 离现在中央9的听力 水平还差太远了 你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一句话都听不懂 这是不可以的 第二 你也不在乎自己 也没有听懂 纯观耳式的这种听力呢 呃 它的效果 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啊 但是没有那么大 你不可能是有那么大提高 如果说你什么都没听懂 啊 然后呢 你又在做别的活 也不尝试去听懂 那这样就变成了 你在听 比如说在讲起来 你放个大悲咒 啊 你这个这个佛经啊 就放放去 你也不知道在对方在讲什么 有意义吗 其实没有意义的 根本提高不了 你在那放俄语也是一样 放日语也是一样 所以说 所谓的饭听啊 比如说你看一部电影 从头到尾看下来 由她的字幕配合着去看 这叫饭听 你起码尝试去理解了 你的注意力啊 是在这个电影上的 这才叫饭听 而不是说就在那当背景音 否则的话 放任何语言都一样 你也没有尝试去理解 对你大脑提升的话 是没有帮助的 明白了吗 所以饭听不要自欺欺人 啊 我们会讲饭听的 这个详细的方法 但是在这里 请你不要自欺欺人 最后 精听要精益求精 啊 那么清听呢 一定要花时间去练习 确实如果真的想在短时间内 提高自己听力水平 啊 清听是很关键的 而且听力本身也特别关键 我们说语言分为 听说读写 听说读写 为什么这么去说呢 说明听力啊 真的很关键 小孩一开始的时候 一岁多岁多岁以后 他怎么学会语言呢 就是不断听 你不断对他说 宝宝宝贝儿 你不断说中文 他就学会中文了 你要说英文的话 baby baby go to sleep 他就学会英文了 对吧 但是当时妈妈给我们说 都是中文 对不对 没有说宝宝贝儿 都说的是中文 没有说英文 对吧 他说中文宝宝贝儿 快睡 再不睡弄死你 so that's it 这样的话你就练会了 所以听力很关键 那么这个时候啊 其实小的时候 你也算是精听 你看那小孩眼睛 眨巴眨巴的看着你 他还在不断去理解你的话 所以说听力很关键 那么精听呀 又是重容之症的部分 那如何去精听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精听的练习法 当然说到精听练习法呢 很多人都会提倡一个方法 叫做听写 听写很关键 我们在之后的课程当中 也会推荐听写的方法 部分就需要听写 但是大量的听写 是否有用呢 我想说听写 or 不听写 This is a question Dictation or not dictation This is actually a question 听写或不听写 其实是个问题 怎么去讲呢 关于听写啊 其实有个悖论 因为如果你还记得 刚才我们那个联系图的话 我们一个单词的形和意 B D E B O T 形和意和它的意思对象 我们可以看懂它 那如果一个单词的音和意 Debut和这个处子座对象了 我们就可以听懂它 那我们听写练的是什么呢 其实练的是音和形 也就是说我们Debut 对应上了D E B O T 那我们就知道 Debut怎么写了 所以听写有个问题啊 它其实并不是在提高 你对这个意思的理解 而是在提高你对它的拼写 其实练的是你的拼写能力 我们中文做过听写吗 有做过 小的时候做过听写 那是在干什么呀 是在练习我们这个汉字能不能写出来 比如说来同学 你现在给我写下这四个字 叫做爆田天物 是不是就写不下来了 吃没亡凉 可以听懂 但也写不出来 对不对 所以听写啊 其实并不能提高 你对这个玩意的理解 而是在提高你对它的拼写 明白我的意思吗 如果还不明白 来你现在试着跟我听写这句话 来现在就写 现在就写 3 2 1 Go Last night David Beckham gave the grandeur performance 我再说一遍 Last night David Beckham gave the grandeur performance 好 这句话能写下来吗 你说老师 我可以写下来 last night 昨天晚上 好 很好 last night 这么简单 你肯定写得下来 那还有必要写吗 对不对 没必要 对不对 你唯一需要写的目的就在于 你练一下 last L-A-S-T night N-I-G-H-T 拼写 练的拼写 那你说老师后面那个grandur 我没听懂 好 没听清 那你能写得下来吗 又写不下来 对不对 所以听写有这个悖论 也就是如果你听清了 你写个屁啊 反正也没有任何意义 对不对 如果你听不清了 你写个屁啊 反正也写不出来 对不对 所以说听写啊 它其实并不是提高听力 最快的一个方法 但我不是说它没有用 比如说 大家在考托福考试的时候 听写很管用 是因为你要练你的拼写 打造的时候还得敲出来 雅思数也是要练自己拼写 但是像拖曳考试 听写呢 用处也有 但我认为并不是那么的大 相比来说 我现在要跟你讲的 这个五遍听力法呢 我认为可能 听写就不显得那么高效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五遍听力法是怎么练的 好 第一步叫做盲听三遍 我们之后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 拖曳听力的 part 3 part 4 这个对话和这个短讲 short talk里面的话 会有很多比较长的段落 那我们可以先忙听三遍 当然如果说 你需要在拔高子里的听力 将来托福亚斯听力的话 也都可以来 拿出来托福亚斯听力文章 或者说新间链的文章 都可以直接从头到尾 先听个三遍 不要看任何辅助资料 也不要问任何人 听个三遍 看你能听清多少 或者听懂多少 如果你发现三遍之内 也能听清 或者听懂90%以上 90%以上你基本已经了解 这篇文章在说什么了 好 这个就过了 不用再去管了 这篇文章你已经拿下了 但如果你发现 10%甚至15%的内容都听不懂 那第二步叫做 排除文本的理解障碍 什么意思呢 把这篇文章的原文找出来 我们都会提供 把原文从头到尾 就当做一篇阅读文章 给它做一遍 不懂的词查 不会对于法 问 就这么去做 这样呢 保证你会出现 就是保证你能排除什么问题呢 就是排除啊 你并不是因为你不认识某个词 根本就没见过 你没见过它 你肯定听不清的呀 那你就是把它排除 文本的阅读理解障碍 跟中文也是一样 我说一段话 你发现 你不知道我说的说什么 我说的一个词 叫做手一不二 或者我说的一个成语 叫做棒柄成珠 你发现你能听清 但你不知道什么意思 去查呀 棒柄成珠 所以中文当中也可以完全出现 这种听得清 但听不懂的情况 那英文也是一样 你去查一下 这个字可能本来就不认识 这个字叫marvelous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去查去 所以这步的话是排除 文本理解障碍的 对你的听力提示也很关键 当然很多时候 很多听力老师 其实又讲到这一步 他把听力文章翻译成中文 给你讲一遍 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我们还要做第三件 活就叫做朗读三遍 当你排除了所有 文本理解障碍以后 你把这篇文章 从头到尾 自己大声地朗读三遍 注意不要跟读 不要去模仿正确的翻译 自己平时是怎么念的 就怎么念的 你那个翻译可能是 but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好 就这么念就可以了 当然你会说 老师这是在干什么 为什么要 but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这么去念呢 原因很简单 你发现了 其实你是在暴露自己的问题 把自己所有的问题 能暴露多少 就都暴露多少 不要害羞 克服自己的这个信念障碍 所以问题就暴露出来 因为第三步 其实是给第四步做准备的 就是叫做有文本的更读究音 在第三步 把你这个问题 全部暴露出来以后 第四步 拿出听的原文 然后怎么办呢 你先读一句 然后再听一下 听的原文 它是怎么念的 你读一句它是怎么念的 你读一句它是怎么念的 这么去听 暂停 空格暂停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你发现 刚才你已经把你的 自己的翻译都该暴露暴露了 你在找自己的音 和标准音之间的差别 如果你发现 你自己念的和标准音念的 是一模一样的 行 没问题 就过 这说明你肯定能听清或者听懂 绝对有任何问题 因为你念的音的话 和它念的是一样的 你说谢谢 你说mgai 它又说mgai 你为什么听不清呢 但如果说你发现 你本人的音和他的音 有重大的差别 这个时候就一定要 暂停下来 把这句话一定要背下来 这就是你听不清的地方了 因为你的发音 你的发音的记忆 和标准的音 差别很大 你说谢谢 人家说mgai 肯定听不懂 明白了吗 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当然也有人会说 我干嘛非要 这么来呢 好麻烦啊 老师 我干脆直接把自己的音 录下来 达成录下来 然后和圆文精对比 不就完了吗 也可以 你完全可以这么去做 当然这个问题就在于 第一可能对设备要求高一些 第二呢 对你的心理的这个成熟力 也有很大的要求 因为很多人是不敢 听自己的声音的 你听过自己的声音吗 可能没有 或者比较少 任何人听自己的声音 其实都想吐 当你听到 有没有鸭子般的声音的时候 你就知道 哎呀 自己实在是太欠抽了 为什么 那你可能说 老师你怎么侮辱人啊 我声音才不像呢 其实所有人 听自己的声音的话 都像鸭子 原因很简单 就是我们自己说话的时候 我们听的声音 是从这块传过去的 但是别人听我们说话的时候 是从空气传过去的 声音是很不一样 比如说你在宿舍里面 或者说你和你的朋友 你不幸下次尝试一下 录一下你们平时对话的音 四个人说话 其中你是一个 然后你再回去听 你发现这四个人里面 怎么有三个非常熟悉的人 还有一个傻叉 这个人就是你 明白了吗 所以说 自己对自己音的话 是很陌生的 我每次都要听自己的课 我每次听的时候都想吐 拿一个桶 哇就吐 但确实真的猛是 感觉听自己的音 你哇都吐 越吐越健康 最后呢 你自己的这个听力 也就上去了 好 这是第四步 还没有完 我们说呀 这个方法是要把 听不清听不懂听不快 都解决的 那么第五步呢 就没错 就是无文本的 同步模仿跟读 就是我们刚才做的那个活了 把听力拿出来 他说多快 你说多快 慢半拍 这是同声传译 一个小技巧 那我们现在 可以拿这个练一练 真的很有挑战 但注意这个时候 其实你已经经过 前面四部的熏陶啊 这些篇文章相当熟悉了 所以说 你就不用害怕 就大胆 放心做就可以了 但我跟你说呀 其实还是有难度的 因为毕竟 自己的这个语速 还欠一些 发音也欠一些 所以说 我建议你把这部做下来 这么一篇下来呢 你这个文章 绝对是非常熟悉了 而且听力是 切切实实提高 要比听写还要省时间 比如说呀 我拿托福考试来去举例吧 托福考试一篇文章 假设你做听写呢 老托福的听力 做一篇听写 至少要三十分钟 但这么去做呢 基本上二十分钟可以搞定 而且对听力是更高 我们托福考试 更推荐这个方法 当然之后呢 我肯定也会推荐听写 其实呀 我们说条条大路 通罗马 输入同规 方法不同 但你坚持 其实都有好的效果 最关键的 还是这三个词 叫做PMP 什么叫PMP吗 没错 Practice makes perfect 我们叫做 铁鼠磨成针 跑丁解牛 任何事情的话 都是强调的熟练度 我讲的这一套听力的 最基础的训练方法 对各位 对你 将来提升 任何语言的听力 都有帮助 将来那些些德语 学俄语 学法语 都可以用这个听力方法 去练习 那么现在对英语考试来说 也是一样 我建议你呀 每天坚持用五步法 至少练习半个小时机以上 然后再专门去做题 这样呢 真正的能力提升了 将来就算你在日常工作当中 去对话 你也能听到老板在说什么 你也能听到老板在说什么 没事看调细调细 也不做 我们考试最终还是有的能力提升的 所以别只是看我们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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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的所谓的小技巧 所以practice makes perfect 别忘了